大家好 那我今天要 分享一下 我在春華 的經驗 新世代的我如何去 翻轉這個 老品牌 在新的市場 走出我們新的第一 在這裡面我會分成兩段 一段是我在 拓展海外市場的經驗 然後另外一段是說服 說服我們 高層 比較古板的 高層們如何讓我去 創造另外一個 新的品牌 流轉到新的品牌 那 打入到新的市場 從小我就很喜歡 看著世界地圖 然後去看 特殊的國家 如 我舉例 在這裡島嶼國家 非常好玩的 我很喜歡那種 小島的國家 像沙門 比吉 湯國 這些不到幾萬人 的國家 然後我在想說 你這些人到底在那邊做什麼 他們 習慣做什麼東西 那我剛剛念的那幾個國家 我確實都有做一些聲音進去 對 那 我想 希望是說 在這個簡報之後 像我們這種傳產 菜鳥 對品牌來講 菜鳥 要大膽地跨越出去 然後大膽地 往外擴張 然後讓你的品牌定義 讓你其他人知道 然後讓你很好的產品 讓你其他人知道 那 勇敢 往外衝 每個企業家都非常 需要有一個冒險犯難的精神 我記得 我在分享很多 我去其他市場 在 好業務的時候 給我一些長輩 朋友 家人員 他們其實都會 又會回顧說 哇 你為什麼去這麼危險的地方 為什麼 為了賺一些錢 去這麼危險的地方 我舉例如 我會去過什麼 敘利亞 去過巴基斯坦 這些台灣人 基本上 不太可能 會想要去 國家 做一些東西 那我把我的產品賣給他 讓他們的產線 讓他們的人民 優化他們的生活 按整 大膽的 嘗試 你所想要的東西 我記得有一次 大概一年多前吧 我從 桃園的火車站 高鐵 坐高鐵下來的時候 在路上遇到一個 台中 做 彈性質化的 一個人員 他也是一樣 跟我一樣 是第二代 那 他那個產品就 分享 我一看就 哇這個產品真的還滿不錯 可是 聊著聊著 我才發現 他沒有什麼品牌 沒有品牌的概念 也沒有網站 那 我花了一些時間 去說服他 你要走國外的市場 你第一 一定要有一個品牌 要有別的網站 這樣 別人 才會知道 你的東西 才有資格 知道你的東西 那不然你一直用 國語 下去 講 你的目標市場 大概只有中國大陸 和台灣 那 我昨天很好玩的 我要 來分享會之前 我上網看了一下 我看到他們真的 有做了他們的網站 我看到時候非常高興 我還打電話 給他們自己的蛋 對 跟他講說 哇喔 你真的有改變要求 第三點 是勇敢 面對失敗 承認 失敗 失敗中學習 不是每個市場 我在投入的時候 我都有成功 我有一些市場是失敗 可是我從失敗中 瞭解 為什麼我會失敗 我盡量去學習 為什麼我會失敗 別人可以成功 那 我繼續堅持 繼續投資 這個市場 希望他有一天 我可以從 失敗 走到成功 這條路 再創 自家的品牌 另一個公 其實 我不知道 大家 應該就是 公司裡面的一些高階主管吧 像我的角色 第二代 要去做到 別人的認可 而我會說 喔 這是他們上一代留下來給你 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情 所以 我一直想說 要如何去創造 我們的 公司品牌 的另一個高隆 同時也認到 讓別人 給我的一個認可 我們公司簡介 我們公司做什麼的呢 我們公司做 化學添加劑 那 化學品 我們化學品裡面有 供應給四五個不同的領域 那 我剛剛負責的領域 會是在紙箱 紙箱 化學添加劑裡面 還有防水塗料 建材的防水塗料 那 這些 大概是我的產品 我在這 進了公司這幾年來 我做了什麼東西呢 這個 我把我們家的機械 推到 為 全亞洲 全世界應該是全亞洲 那 這個是 由我 和我們 非常優秀的團隊做完 那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跟 從 從 兩隻手 可以束起來的國家 來往 直到 我 接了 進了公司之後 我們從 我們從 把萬個位數的國家 拓展生意 拓展到無私人 無私幾個國家 那這個過程當中 為什麼這裡有畫一個iPhone 就是腳痠 我現在花了很多時間 嗯 嗯 自為公司 他是 他是 你做 好想 我應該是 生活在飛機上 我們董事長 他跟我講說 他發錢讓我去 他發錢買的 發錢讓我去 住在一個 十幾億的 的 旅館上面 我一年大概要 兩個禮拜以上的時間 待在飛機上 那這個換句話說 是 多久的時間 十五萬萬 如果有公里數下去算的話 會是 二十四萬公里吧 對 我每一年 一定是要這樣 但是持續拔運 所以 這五十幾個國家應該是用 我們 我們同事們 我們團隊們 用生命化 感觸非常多 土料品牌 我們起家 其實是土料品牌 如果在座的 各位都是南部人的話 應該 以前會看到 常看到一個防水土料 叫 旁邊會寫一些註音 註音完全聽不懂 那 讀不出來的註音 對 那 這個其實是我們董事長 第一個 的品牌 第一個 做出來的產品 他對他的大兒子 非常感情 那 他其他的小兒子們 都在 國外發展得非常好 唯一只有這個大兒子 然後 又沒有人要去接 所以 大概一兩年前 我跟我們家的 我的左右手 嗯 跟他聊一聊之後 我們決定 我們回去接這個 探索三日 那 所以我們把這機會 透過 呃 胡萌斯 還有政府的協助 我們創造的 新的品牌 那 我在這裡想著 夢想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要有夢想 你的夢想是什麼 你有夢想 你才會有 計畫 你計畫了之後 執行 執行當中 你一定會遇到我 人生真的是一個非常大的事情 對 然後遇到 遇到不難的時候 遇到不難的時候 你是放棄嗎 還是你要去走下去 你自願走下去的話 你要 做什麼修正 做什麼改變 然後再回合 我們都是 我剛剛有講 我們都是公司的高建築館 我有時候會遇到一些 學家的經驗大 其實我心裡有點不平衡 我要拋家氣質 一年出菜 一個兩百多天 然後回來台灣又要工作 我會覺得 為什麼其他企業家 就在 他 可以 開始跑車 跑來跑去的 我開了一台桌 有張BIOS 去拜訪客戶 對 你是要 養老心態還是什麼 還是 你要創造不一樣的人生 我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很喜歡台灣英格的島嶺 是無編真 大概在幾年前我看了他一本書 這些人 這些人 那些事 我非常感動 然後我會覺得 我好像是另外一個他 在創造我自己的故事 尤其 我看到他 那我和他的故事兩千 決定是因為 他只會撥台語 我會英文 我會往東方 這些語言的能力 讓我可以有機會 去瞭解人類 63%的人文歷史故事 然後創造我自己的故事 那 或許 在30年後 在座的各位 也沒有 撰寫 自己的人生的 一本書 然後希望他大概是 成品 成品書籍 那成品裡面 如果成品還開始的話 是最專業的書籍 夢想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能因為夢想而偉大 我每一年要花很多時間在飛機上 因為也是這樣 來這兄弟有這個夢想 所以我才可以坐到飛機上 我很喜歡一個 企業家 特斯拉的老闆 伊隆馬斯 他的夢想是把人類送上 火星 定居 那我當然有我的夢想 之前我去 申請 補助案的時候 我告訴了評審 我的夢想是 希望我公司的高階屬房 都可以在BMW 或Audi來上班 那時候我應該就成功了 我覺得應該可以考慮做一切吧 夢想的設立 其實跟什麼有關 跟什麼無法 跟你的 背景 專業 還有能力 其實基本上沒有什麼關係 最有關係 最有關係的是 你的渴望 你對這件事的渴望 力有多高 你對這件事的興趣有多大 你的樂成有多好 因為 你有夢想 你去執起 你一定會遇到困難 你要困難的時候 你要怎麼執行下去 我舉一個例子 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運動 那 冰島足球隊 在2016年的時候 得到歐洲 島進了歐洲 貝爾強拔強 這個國家 人口不到30萬 大概比我們高雄 大概三個單艙大 他的總教練還是個牙齦做踏槍 因為他們有夢想 所以他們 前進了 我剛剛說的島嶼國家 他們的感染球隊 沒有任何一個大國 是 跟他們比賽是不會爬 因為 他們隨時都好像一隻小螞蟻要扳倒 大槍一樣 這就告訴我 我出去 太多市場的時候 我們家的品牌 不是什麼 非常強調的品牌 可是 我告訴我自己 雖然我不是想像品牌 但 我要當 那隻馬力 那 我希望大家是可以 大膽的設立目標 要怎麼把你們家的品牌 也推到另外一個程度 你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會 需要各種的計畫 計畫的第一個重點 你要認識自己 你要自動你自己 沒有什麼東西 非改變什麼東西 你到底 你這個品牌 在這市場上 到底 可不可以 有影響力還是沒有 如果沒有影響力 你要怎麼做 你自己的強項 你自己的弱勢 你的競爭對手 怎麼去進攻這個市場 瞭解那個特訊 那最重要的 萬一 你這場比賽 戰爭 輸了 你可不可以 接受 這個失法 我舉了一個 Case Study 我的客戶 大部分都是B2B 好 我的客戶大部分都是B2B 我的計畫其實沒有很難 我上網去搜索 他們 在哪裡 我找到他們之後 告訴他們 我在哪幾個國家做了什麼Case 一些大廠 日本的大廠 韓國的大廠 美國的大廠 澳洲的大廠 澳洲的大廠 澳洲的那個國家的大廠 我把這些Case 舉例給大家聽 告訴他 我是一個隔離來的東西 那 我會跟他們聯絡 他還見面的行為 我們都知道 我不可能透過 一張Email 或一通電話 客戶就會 跟你買個 七百萬的東西 如果換成是你 如果你會願意這樣的話 記得告訴我 我等一下發一個明天約人 那 B5C的客人 就有可能 因為 金額小 所以 他有可能 透過這張主意 下班 執行的過程 是非常漫長 然後又艱細 我剛剛一直強調的是 我們 關於階層 因為是傳產 並不比較硬 就像農夫一樣 我們上面有沒有看 看過農夫 在 田裡 在收割的時候 地上 無二三的 幾顆 他還要月日 蹲下去把他接起來 這把我叫勤卿 你要叫這群人勤卿起來 給他一塊錢 給你錢 你投資品牌 你看看怎麼看 對啊 那就像那 對勤者的 方法裡面 你要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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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個業務 我認為 我應該是 中上以上的業務 你不可能拿 Z型的產品 再一個 一個東西 然後什麼都沒有 沒有筆牌 也沒有包裝 什麼都沒有 叫你賣 叫你賣 我們這個全部給你 叫一下 不然你叫你 你包我包的 可以買掉 快 硬嗎 這個過程當中 我跑 防水塗料 跑東內海市場 那我發現 一個問題 太嚴重了 我客戶直接都跟我講說 你看看 我們家的包裝 和世界大廠 Nippon tank Rulax 這大家應該都非常得熟 很想做的地方 你告訴我 我到底要怎麼買 我用看的就知道了 這就算了 旁邊還寫了一些台語 對外國人 你告訴我 你跨化文物 對啊 那 我的客戶直接跟我講說 你這樣 會造成什麼 外國人直接把你定義說 欸 你是內地的產品 那內地的產品 有內地的價格 那內地的價格 我回來告訴我們 董事長 欸 我這個東西會介紹 我們董事長嘻笑 告訴你這個 高客 你的薪水 我都 每一個月找不到 你給我拿這個回答 所以 我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跟他講 我真的有這個困難 你要我去救 要不然 我真的就是這個家 那 所以我才開始找那個 鐵馬路公司 鐵馬路公司 很好行的 又告訴我 說 政府 會協助你 然後尤其就是 我們 新的南向政策 我聽到很高興 因為我要從我們 老人拜 一代 官階層 拿錢 對他們來講 不少錢 來做這件事情 他們又不知道 結果會怎麼樣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做了很多修正 那 我也很認識這個狀況 你不可能啊 30年前 我光是算是練三世紀 三十年前 三十年前 武器 武器 去打現在的戰爭 對啊 你有可能贏啊 只是非常沒有效力 很辛苦 非常辛苦 那 打這場戰爭 你有可能遇到什麼問題 打到一半沒有錢 你剛才告訴我 我沒想到你教育選擇 你學校的選擇 你學校的選擇 這樣我會怎樣 你也會不會 沒有人想在家裡 你出差在這 一個時差 換過一個時差 但是 重點是 你的目標會改變 不會 就算今天 我的總教練 自己阿姨 我也不會把我的目標 歐洲世界跟冠軍改變 我不會因為 我心天上的殘缺 去改變我的夢想 和我的目標 網路上找到客戶 很常見啊 我有很多 菜股業務 常常把他跟我講 老闆 我說 我找到老闆 怎麼 我聽到 我想在哭你的 因為他只是把問題丟給我 他沒有去想 更真誠的有部分 那你可以去問同業 你可以去問你的前輩 你可以去問你的經驗對手 可是不要問老闆 因為老闆只會代表 客戶不回E-mail 不回E-mail怎麼辦 太半 不了吧 應該是太半 找不到 找不到 找另外一家 反正你就是要找出你的客戶 這就是業務的本 從你到你 之前的過程中 我剛剛有講 我們的貨公司 非常協助我們 然後政府也非常協助我們 讓我們創立了 一個新的品牌 很有力 這看幾錢 你應該差很多吧 這 我 我怕不是你的功德 我一個人很感動 那是我怕得 我們這個本體 的味道 我很感動 我看得很苦的苦 那我們的貨公司 幫我做的這個東西 確實做了之後 我得到很好的效果 我市場本來是零 我跟妳講我真的感濕 因為我把那個看錯餐 接下來 我只是要讓我老闆 告訴我說 拍拍就好 你很懶 乖 乖乖 乖乖乖 所以我去接了這個東西 我從沒有半個貨櫃 在一年內 接了十幾條貨櫃 這個影響很大 為什麼呢 因為妳連門面 妳的門面都做不好 妳知道說妳的產品有多好 我把她想起 對啊 Apple 大家其實不可以 現在拿一個東西都好一點吧 妳也是一直蓋 我們說最簡單的小米 像妳做的跟Apple一樣 對啊 所以妳的品牌和妳的門面 真的需要照顧 我這個是做個範例 今天我要去開發 上比亞 華樂職場 這是我的目標 我的計畫 我要怎麼去計畫這些事 拓展這個業務 我要怎麼去約她 我可能因為一個客戶 我就會去上比亞 那一天基 大概四千五千 大概十二萬 齁 那妳告訴我妳怎麼去 妳買那我的家 還能夠繼續參與 有沒有的 我跟妳講 加熱器還能至少一次五萬 那個行程會有一個客戶去的話 妳那個行程 知道的話 為什麼很理解 那妳要怎麼真的有效的去做 妳約她 妳要跟她推銷產品 妳是要計時 樣品給她 少量的樣品 當她設了 咦 妳覺得有機會 機會失敗率 狂險降低 妳才過去到達 那 妳的知情人員是誰 妳是叫蔡宏去嗎 是外人 妳有的蔡宏 那妳在這個過程當中 有遇到問題說 蔡宏給我一堆問題 說她推不出去 對網路好有沒有 她的產品 她的認知不夠 所以妳有可能 要找出一個原因 然後妳再去修正她這個問題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如何 去 說服 我們 要高借助館 我們高借助館 我要說服誰 在知情我已經想好了 我說服了 三個 特助總經理跟董事長 這個都 我不能說她老 如果她在這裡 也趕快靠心 她們都是 戰功有加的一些 元老級 人員 那我在想說 我的目標 是要 叫他們出錢 讓我做這個品牌 然後 讓我 銷售的方式 過程當中 可以 簡單一點 那 這裡有一些方式 我列下來 那 一定還有蠻多 我沒有想到 我舉例 像 妳是不是一個 有成績的 那 然後 妳的 同理性是 什麼 那 妳的投資報 是如何 我那時候要 說服她之前 我想一想 我剛剛講 這是我們 董事長的大分子 她第一個創立人 她對她的老品牌 托老爺 非常的感情 我問了 我 一年前 我左右手 她 最有研究 去年最有研究的 結果是 她說 創了 那年 就好像她的小孩 真的 真的就好像她的小孩 那時候 那時候妳要叫我 她 改 東西 真的非常難 所以妳要想到 妳要如何去順 我們的 管理先生 同意做的 這個做法 這裡有兩個選手 如果你是總經理 你告訴我 你為任職男人的選手 不保守 一個是 水教功課都不寫 有可能是考六分 很少 然後 上課 一整個星期 一整個學期都沒有做過 上課 都跪著 然後 布朗頭的文品出來 另外一個是 開發性資產 從0到60% 然後成功創立 新的組織 新的團隊 有效規劃 新的產品 銷售 測試 安裝 使用 有能力去判斷 想給妳的問題 然後去自行 獨立解決 用來尋找未來的 領導者 的能力 如果妳是總經理 會選擇誰 不要 我也是選擇 不是我會告訴妳 這兩個人 同一個人 不是報酬 妳要告訴妳 老闆 妳的投資 要多少錢 支揭多久 妳跟他拿一塊錢 妳可以把他變成 多少 5塊 10塊 100塊 我跟你講 之前 我覺得很有 好好的 一位人士告訴妳 老闆在妳身上 花一塊錢 妳要從妳身上 賺20倍 對 好 那無形的 效果是 妳有了品牌 有了推廣 有了產品 妳很容易 真的很容易 去招集到 更優秀的人才 跟妳 一起打拚這個 這個 市場 這個世界 好 讓妳 比妳的夢想 更進入 這裡我希望是 大家 大家 這些項目一樣 是品牌的菜鳥 人員 還有勇敢的 踏出去 創造不同的人生 然後也有機會 讓那個同的人 可以 有不一樣的人生 然後甚至 改變她的人生 我在這裡 可以發 讓大家看一下影片 我們做了那個包裝 五萬 我們還做了那個 影片 可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